这里有个小小的个人分享 我做研究的时候 有一次我的supervisor 叫我做一个document 用work做的 跟我说了一些要求 我就做了 做完之后,我检查了十次 因为我是一个很粗心的人 所以每个人检查三次 我就会检查十次 检查完之后,我一定没有问题 我就交给我的supervisor 你看,这样 我supervisor只是看了一眼 他就说 改,你自己发现有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是显示在左边的 大家能看到有什么问题 字体 你觉得字体是哪个字体 最后这个 对,我就改了 改完之后,我又交多次 又叫我改 为什么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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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你拥有这个技能 我们在座的GM就会聘请你做研究 哈哈 其实呢 这个字体 这个字体也是不同的 这个字体也是不同的 这个字体是Calibri 其他字体也是Ario 这个字体是Ario 这个字体是Ario Unico 我的supervisor很厉害 他一眼就看得出 我就很惊讶 我就问他 为什么你看得出 他就说 你多做几年就看得出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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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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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